配合中央农地农用政策 高雄市将拆除五处违法使用的工厂 但这只是第一波 接下来还会针对蔡政府上任后 为申请临时登记以及新建的工厂 执行拆除和移送等措施 市议员黄淑美指出 目前高雄约有700多家的违法工厂 这项政策让农民和业者都感到惶恐 希望政府能提出相关辅导合法的配套措施 关心农地农用政策带来的冲击 市议员黄淑美针对即将展开的执法行动 提出建议 希望市府能以污染情势严重者 列为优先执法对象 要贴这些工厂 其实我觉得应该用辅导的一个机制去处理 不应该说动不动就用拆的或者用划的 你自己发钱自己贴 这都不是办法 假设这块土地是有污染的 我觉得要优先 黄淑美指出 目前高雄约有七百多家申请临时登记的工厂 不过都有时效性 这些工厂未来该何去何从 在政府尚未提出新的配套措施前 不宜过度严厉 以免造成基层恐慌 希望市府能取涨适合的土地 协助工厂搬迁 辅导合法 尽管这些农地上的工厂形成原因有其历史背景 不过近几年因为工厂污染事件造成社会不安的争议频传 要求农地农用的声音越来越大 农业局表示配合中央农用农地政策 目前已经接获五件违章工厂拆除命令 未来市府也将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执行 希望有效落实政策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